我们都知道一代女皇武则天为自己利用一通著名的吴字碑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唐朝历史上还有另外一通吴字碑 那就是为贞观之志立下汉马功劳的大唐明臣魏征的吴字碑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正月 此君不如尧顺的魏征因病去世 对于魏征之死起初唐太宗悲痛万分 而随着这位大唐明臣的离去 贞观之志的夺目光彩也似乎黯淡了下来 常言道君恩难常 就在魏征死后不久 唐太宗开始怀疑他生前与朝中官员结党营私 圣怒之下他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并将上面的碑纹凿去 虽然后来岁月冲淡了唐太宗心中的怨气 他又将魏征的墓碑重新给立了起来 但终究没有再给魏征捐刻碑纹 因此当我们今天来到陪葬于唐太宗昭灵的魏征目前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那通凿痕斑布的无自卑 然而在此之后 大唐再也没有魏征那样敢于范言之鉴的正臣了 晚年的唐太宗遇到了和他父亲李渊一样的问题 就是该选谁做接班人呢 虽然已经立有太子 就是他的长子李承前 但显然太宗更喜欢老四 也就是魏王李太 当时备受父皇恩宠的李太积极活动 谋求取代大哥李承前的太子之位 而朝中的文武大臣与薰贵子弟各有付托 结为庞党 这让唐太宗非常忧虑 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他的心头 历史会不会重演呢 就在兴风血雨即将再一次复临大唐之时 太子李承前被人告发谋反 并因此被废为庶人 而李太与李承前争位已久 这让唐太宗深怕李太登上皇位之后 会重蹈自己当年杀兄弑地的人间惨剧 无奈之下 太宗将自己并不十分看好的第九子 也就是晋王李治 李为了太子 在他看来李治素来人弱 如果他即位那么两位哥哥的性命 都能够得以保全 就这样 本来与皇位无援的李治坐上了太子之位 而英雄暮年的唐太宗李世民 担心李治懦弱无能 他决心在自己有生之年 为儿子扫除一切障碍 于是在贞观末年一系列对外战争 频繁发生 虽然胜多败少 但这些战争加剧了百姓的负担 开始引起百姓的不满 就在魏征去世的六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六百四十九年五月 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 在翠威公驾崩 十年五十二岁 贞观一个伟大的时代 就这样在落寞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这一年太子李治刚满二十二岁 与太宗驾崩的悲伤气氛略显不协调的是 太子李治早就和父皇唐太宗的才人五妹娘暗生情愫 并私定了终身 而随着太宗驾崩 五妹娘 也就是后来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也被送到了赶叶寺出家为尼 然而清灯古佛并没有熄灭武则天的红尘之心 当时他给刚刚即位的唐高宗李 致谢了一封爱意绵绵的情诗 他说 看诸城必思纷纷 憔悴之礼为异君 不信必来长下泪 开箱宴曲十六群 一千多年后 当人们打开陕西法门寺的地宫时 那件代表着武则天与李治的爱情信物十六群 就供奉在法门寺的地宫之中 而这件十六群的主人武则天 更是在后来的岁月里谱写了极不平凡的一生 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 武则天的出现绝对是个艺术 无论是他与唐太宗 唐高宗父子两代的情感纠葛 以及筹划登记的密室权谋 还是他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 都成为千百年来流传于世的无尽话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她在一个千百年来一直教导女子 要顺从的国度里雄妃高举 君临天下 她突破了世俗 突破了宫廷 突破了礼教 造就了千古流芳的盛世气象 直到今天有关她的故事 仍旧能够轻轻拨动中国人的心弦 公元六百五十年 唐高宗李治与王皇后一同前往感业寺进乡 结果李治却与再次出家的武则天旧情复燃 王皇后见状 便主动请李治将武则天纳入宫中 意图让武则天与自己联手对付李治的宠妃 萧淑妃 却不料这一举动竟然是引狼入室 五年之后 即公元六百五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唐高宗不顾舅长孙无忌和楚遂良等 顾命大臣的坚决反对 废掉了出身关隆集团高门大户的王皇后 改立武则天为皇后 史称废王立武 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宫斗心计 更是唐高宗李治与关隆集团政治力量的斗争 事实上唐高宗李治看似懦弱 实则深有主见 他早就不满关隆贵族左右皇权 于是借助废王立武大力打击关隆贵族 并借机提拔了一批依靠科举入室的新晋官僚 废王立武不仅标志着西魏北周以来关隆贵族统治的终结 也标志着自东近以来门队士族政治的解体 从此以后皇权凸显 权力的天平走向中央集权 然而从公元660年开始唐高宗李治病替缠身 不得已他开始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政务 几年后武则天又开始垂帘听政 他甚至于高宗被合称为二圣 不过此时的武则天并未完全掌握朝政大权 在重要政务的决策上 高宗李治仍然掌握着最后的权力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故 他与武则天所生的次子李显即位就是唐中宗 不过很快武则天就在再相培言的配合下 用一个近乎儿戏的理由废掉了中宗李显 并改立三子李旦为帝 就是唐瑞宗 同时武则天正式临朝称制 把朝中一切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 此后掌握权力的武则天任用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 大肆屠杀立堂宗室子弟和敢于反抗他的朝臣 并终于在公元690年登基成帝 他改堂为周 尊号圣神皇帝 自此已经65岁的武则天终于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 他放手改革国家祭祀 更在洛阳修建了在太宗高宗时期都未能实现的明堂 据史料记载 在武则天主持修建的明堂顶部 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一丈的铁凤凰 铁凤凰外表图以黄金 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 也有凤鸣齐山 这样象征着武州王朝兴旺的含义 他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万象神宫 大诗人李白曾写下明堂赋 赋的最后描写物则天在洛阳宫明堂接见万国来史的盛况 他说 四门起兮万国来 考修争兮尽贤彩 然而仅仅十五年后 玄武门之变再次上演 这一次是发生在洛阳紫围宫的玄武门 又称神龙政变 公元705年再向张剑之等人联合进军将领 攻入了洛阳紫围宫的玄武门 杀死了张一芝张昌宗兄弟 迫使武则天提前让位给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唐忠宗李显 一年之后 无比落寞的武则天在东都洛阳的上阳公辞市 享年八十一岁 五周就此终结 朝政复归李唐 然而武则天的去世并没有换来李唐朝局的稳定 此时忠宗李显执政 他野心勃勃的为皇后 和女儿安乐公主一心响布武则天的后尘 不久后 为皇后堵死了自己的老公 唐忠宗李显 他密不发丧 派为氏子职 担任禁军统领 自己则临朝称制 刚刚复辟的唐王朝再次面临被篡夺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时刻 年轻的李隆基 联合姑姑太平公主 在公元710年6月19日发动了政变 杀死了唯皇后和安乐公主 随后李隆基拥立自己的父亲李诞登上皇位 就是唐瑞宗 而李隆基则成为皇太子 然而 乱象仍未结束 两年之后 唐瑞宗下诏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李隆基 就是唐玄宗 当时极富政治权谋和野心的太平公主 开始蠢蠢欲动 意图举兵作乱 公元713年7月3日 唐玄宗先发制人粉碎了太平公主 意图发动的叛乱 并将太平公主赐死于家中 至此28岁的唐玄宗 才真正掌握了至高的权力 然而此时大唐的朝局 依旧是波云诡诀 史料记载唐玄宗刚刚即为他召见了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后来号称旧始宰相的姚崇 姚崇当时给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 而玄宗则全部答应并任命姚崇 出任宰相一职 于是这君臣二人重整朝纲的努力 就此展开 首先 他们把曾经拥立玄宗 并试图继续把持朝政的功臣全部外放 同时又把玄宗的兄弟宗室外放出京 这样就使得功臣与宗王无法结合起来 从而杜绝了再次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 其次 大力整顿励志 严惩犯法的皇亲国戚 这使得自中宗以来那些娇纵无比的权贵 开始收敛自己的不法行为 在唐玄宗和姚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 仅仅几年时间 朝局已然稳定 唐玄宗开元四年即公元716年的年底 号称旧时宰相的姚崇霸相 他推荐宋景 接替自己主持朝政 此时的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到了玄宗时期 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 都迈入了一个巅峰时代 由于唐玄宗时期总共有三个年号 第一个年号先天只用了不到两年 后来的年号分别是开元和天保 所以历史上就把唐玄宗时期出现的盛世气象 称之为开天盛世 可以说开天盛世是中国文化最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胸怀的时代 也是唐朝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 杜甫曾经有诗云 一席开元全圣日 小意犹藏万家事 稻米流之素米白 公私仓领 巨峰时 开元天保年间 唐帝国的半途空前辽阔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当时全国的人口大约在七千万人左右 仅仅长安城里就住了一百万人 在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里 有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团 三万多个外国留学生 城里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 用的是罗马医术还通用拜占庭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 甚至世界各国的宗教在大唐都有到场 这一时期艺术文化高度发展 诗歌书画彰显了大唐的盛世气象 公元七百四十二年 一位旷世的天才来到长安 他就是李白 诗人余光中说李白 久入豪长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三分笑成剑气 锈口一吐就是半个圣堂 他在新庆宫的陈湘亭 曾为杨贵妃写下了著名的清平调 云响一场花响戎 春风拂见路滑浓 若非群遇山头县 会向摇台跃下逢 正如李白辉耀大唐的诗坛一样 圣堂的画坛也出现了一位画时代的大师 就是画圣吴道子 无论是花鸟人物还是台阁山水 他几乎无所不能 无所不惊 圣堂的书坛同样精彩 能与李白的诗歌吴道子的绘画 一同代表圣堂气象的 当属张旭的草书 杜甫说张旭三杯草盛船 脱帽陆顶 王宫浅 辉好落智 如云烟 随着李白杜甫 王维吴道子 张旭怀素 颜真卿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们 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 他们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华与个性 开天盛世 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 终于到来 然而即便是盛世 也总有繁华落尽的一天 到了唐玄宗晚年 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积累 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 大唐的噩梦开始了 下集我们接着讲安史之乱